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今天呢,咱们还是继续来阅读《唯应物》老师的作品 那么这首作品呢,和之前的那一首《记全交山中道士》一样 同样也是在《除舟四史》任上前后所作的作品 当然在《注解》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得更明白 大家把书翻到第四十页 这首诗《西次虚仪县》 这个虚仪在今天的江苏省的境内 在淮河之南,在长江之北 应该是比较贴近这个淮河南岸的一个地方 那么《唯应物》呢,要从长安来赴任 因为他当时应该人在洛阳 从长安洛阳这个方向到这个除舟去赴任的话 他要绕行淮河一段 坐淮河到虚仪县来这个登船 然后走陆地再到这个除舟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所以这个西次虚仪县 实际上是《唯应物》在赴任的图中 所写的一首诗 就为了去除舟次使去上任 于是要路过这个虚仪县 那么什么叫西次? 西指的当然就是傍晚 对吧,次 咱们下面有注解 实际上次本来的意思是停留和驻扎 那么在这指的是留宿 因为这个坐船已经天很晚了 没有办法再赶路了 于是只好在虚仪县这个地方停下来住宿一宿 所以咱们的注解里给的叫止宿 它是在这个语境下 它当时的含义 所以西次虚仪县直接翻译过来 就是傍晚 驻扎在虚仪县 留宿 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么因为《唯应物》是离乡背景的 大老远的跑到渠州去上任 那么它在这首诗里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呢 这首诗歌就属于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典型题材 叫积履行义诗 什么叫积履 就是在长途旅行的过程中 就好像被人捆了 绑架了 积压了一样 不得自由 那什么叫行义呢 主要是因为古人他做官 通常情况下是要离乡背景做官的 所以经常就奔波劳碌 经常在路上行走 那么被皇上派到远方做官 这种长途的旅行 就称之为叫积履行义 在这个积履行义的过程中 肯定要离开家乡 要远离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所以在这种诗歌类型的背后 我们通常会流露出什么感情呢 叫做思乡怀人的情绪 所以这种积履行义诗 也有另外一个名字 直接就叫做思乡怀人诗 那这一首《为应物》在上班的乌上 在上班的半路上 这个途中就流露出了一种 不太想去上班 我想回家的 怎么样的一种情绪 咱们来仔细的看一看 前面的两句 他在交代这个行程 叫落番窦怀镇 停访林姑义 落番什么意思啊 就是把船上的帆放下来了 那么这个船拉起来帆的时候 吃着风就可以顺水往前走 对吧 那如果把帆落下来了 自然就是为了停船休息 那么这个斗字 咱们要注意 这是典型的古今意义 我们今天说你这个人真斗 是说你这个人真好玩 对吧 或者说斗你玩 就是要把你斗笑的意思 但是这个斗 在古诗中间的意思是停留 咱们下面有注解叫停留 我们今天现代汉语中间 也有一个词叫逗留 还保持着这个古代的意思 所谓的逗留 逗就是留 留呢还是留 所以这个逗留就是停留的意思 那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词 所以落番窦怀镇 意思是我们把船上的番放下来 就停留在淮河边上的这个小镇 这个怀镇指的就是虚仪县城 因为这个虚仪县 本身在这个淮河的南岸岸边上 所以呢就称之为叫怀镇了 然后停访临孤义 你看停访的访就是船的意思 停访就是停船 停船停在哪呢 临靠近 孤义就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驿站 这个驿站是古代 在这个官方的大马路上 供行人和各种传消息的寄信的人 停留休息的这么一个休息的场所 驿站 那么有的是陆地上的啊 就是在大马路边上 有这么一个驿站啊 可以休息的一个旅馆 有的在水边上啊 可以停船休息的地方 也会有驿站 所以这个停访临孤义 应该是一个水上的驿站啊 就把船直接停靠在那边了 然后接着 这两句交代完了作者的行程之后 下面四句来直接写 作者停船之后 眼前的所见景色 浩浩风起波 明明日晨细 人归山锅岸 咽下如周白 浩浩风起波 浩浩形容这个风啊 和这个波浪很大的样子 对吧 浩浩荡荡的波涛 对吧 所以就是有大风刮来 在这个淮河河面上 刮起了不小的风浪 所以这个大风吹浪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定又是一个在水边上 很寒冷的这么一个景象 然后明明日晨细 明明指的是昏暗的样子 为什么昏暗啊 因为太阳已经落山了 细我们也知道 就是傍晚的意思 对吧 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 一片昏暗 在这个昏暗的水边的景象之下 然后又刮着大风 起了非常大的波浪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作者的内心一定是一种 非常凄凉非常动荡的 这么一种感受 然后后面两句接着写 人归山锅案 人归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人们都已经回家了 休息了 然后山锅呢 就是周围的山和城市 都显得非常的昏暗 笼罩在这个黑夜之中 叫人归山锅案 还是形容这个晚上 非常昏暗的这个环境 接着叫艳下炉舟白 不光是人回家休息了 连大雁水鸟们 也已经回家休息了 艳下指的就是 大雁已经落下了 落在哪呢 叫炉舟 炉舟就是指 芦苇丛中的 这个小块的土地 这个三点水的舟 在古代指的是 河边水边的 这个小块土地叫舟 所以这大雁傍晚 要栖息的时候 就寻找了水边的一块 带芦苇隐蔽的 这么一块小陆地 就藏在这个芦苇丛中 就准备休息了 然后这个芦苇丛 在黑暗中 反而显得非常的雪白 当然也有一种解释 说这个 芦苇白的白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芦苇也会开花的 就是这个芦苇 头顶上那个碎碎 到了夏天秋天的时候 会一片雪白 那个被称之为叫芦花 这个芦苇白 可能是因为 已经夏末秋初了 所以这个 有这样的一种 这个白色的芦花 也有可能是 因为芦苇嘛 我们知道平时应该是黄黄的 对吧 有点颜色浅的 在黑色的这个深夜的水边的背景之下 反而在月光照射下 显得这个芦苇丛 非常的雪白 这是反衬黑夜的一种黑暗 这是另外一种解释 不管怎样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人归山光岸 咽下芦苇白 写出的依然是非常安静的 毫无人烟的这样的一种暗夜的水边的景色 所以联系前两句 浩浩的波浪 还有明明的太阳已经落山的这个傍晚 就营造出了一种怎么样啊 叫凄凉孤独的这种感情 这样的一种氛围 在这个凄凉孤独的这种感情氛围之中 那作者怎么样啊 作者自然也要凄凉孤独一下了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两句 又回到了作者本人的情感 叫独夜易秦观 请你圈出独和意 独夜就是孤独一个人度过的深夜 那什么叫易秦观啊 秦观后面有注解 对吧 唯应物本人是长安人 那秦在古代是秦国 就指的陕西那个地方 所以秦观指代的也是长安城 在孤独一个人的深夜里 我回忆起了我的家乡 是不是思乡的情绪就出来了呀 对啊 思乡的情感就出来了 在这样昏暗的 孤独的 寒冷的 水边流宿 然后自然而然的 就想起了家乡 最后一句 用这个作者本人的一个动作 来结束了整首诗 直接的情感抒发只有第七句 第八句又收回来了 但是怎么样 但是从第八句的这个含蓄中 我们依然可以读出作者的感情 叫听钟未眠刻 这个刻啊 就是离乡背景的人才叫刻 所以这就指的作者本人 然后作者本人呢 在半夜的时候睡不着觉 听着远处传来的钟声 叫听钟未眠刻 那么为什么未眠啊 一个人半夜怎么睡不着觉啊 一定是心里有心事 对吧 辗转反侧的睡不着 然后有心事睡不着呢 听着远方啊 远远传来的钟声 那内心这种滋味 那就可想而知 具体是什么滋味 作者没说 但是咱们通过 听钟未眠刻这五个字 加上前面作者点出来的 独夜一勤观 我们自然可以展开一种联想 所以诗歌中的情感抒发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手法 对吧 不直接抒情 用周围的景色来渲染 用作者的行动 动作 表情 来暗示他内心的这种感情 这都是典型的 间接抒情的手法 因为有了间接抒情 所以咱们中国的诗歌 就显得非常的含蓄 值得品味 那么我们当然也还可以联想 对吧 因为同学们可能在很小的时候 就背过一首诗 叫《风桥叶博》 啊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 啊 这个张继写《风桥叶博》的时候 也是半夜停船在水边 也是四面很荒凉 没有别人 然后呢 这个张继本人也是半夜睡不着觉 这个时候听到远处寒山寺的钟声 内心的情感呢 同样是可想而知 那不是滋味 对吧 所以这样的一种感受 那通过这个钟声传来 半夜不睡的人在厅中 自然背后的情感就蕴含在内 所以这种感受啊 不光是一首诗里面有 咱们在读到很多诗歌 中间有相似的地方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通过广泛联想 互相参照 这样的一种方法 来得到它背后的答案 啊 所以这首诗 咱们感受一下 独夜一情观 厅中未眠客 这十个字背后 寄托着一个孤独离开家乡 去远方上任的诗人 在半夜这样一个寒冷阴暗的环境中 所兴起的思想之情 全部蕴含在了结尾的这十个字中 请大家在读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仔细体会 那么时间关系 今天这一期先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